仔細看一看這宗新聞都是不太開心的 說什麼呢? 剛才我們Part1也說了 生個弟弟出來當然最好健健康康 發落成長 但有些病一病去看醫生 甚至乎有些大病的要醫也要很多錢 有些甚至乎這個哥哥仔 其實大了兩年 28歲非常年輕 28歲的男生楊家彪 早前先後被診斷了 患上胃癌和肝癌 也是末期的 已經抗癌超過一年 楊哥哥現時正值 這是昨天的一個新聞報道 是《尼流之仔》 他今天宣布了捐出80萬 給香港兒童癌病基金 他想把帶不走的東西 留給現在勇敢抗癌的小朋友 因為楊哥哥 因為他接受很多治療的關係 其實已經不太能說話 失去了說話的能力 今天在社交網站帳戶發文 自己早前患上末期的癌症 自己抗癌大概一年 對於化療感到痛苦 因為化療大家都知道很辛苦 很痛 副作用很多 包括失去了雪患能力 我覺得曾經有人問過 不是問過我 即是說笑地說 給你選擇 你寧願選盲 一定要選盲 說不到話 聽不到話 還是怎樣 我覺得如果讓我選擇 我寧願選盲 也不想選擇說不到話 或者歌手也好 你叫他說不到話 或者唱不到歌 就真的很慘 表達不到 很慘 例如說一個鋼琴家 聽不到話 很慘 雖然以前也有 但是很慘 他就說希望世界上 不會再有癌症 和其他疾病 感謝家人、朋友、同事 和認識的人支持 他之前楊哥哥和讀媒提到 其實早已有捐款的決定 由於自己感受患癌的痛苦 所以他就覺得患癌的小朋友 是比他自己更加慘 和更加勇敢 因為其實他們 是處於一個享樂的童年 所以應該支持他們 不過又這樣說 28歲其實都應該處於一個 成年 都是很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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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上去都很深沉沉 深沉沉 其實我26歲 大了兩年 這樣就末期 又說不到話 有時候這個世界很無情 人生就是有時候 這麼不如意 其實有時候我很怕去哪些地方 去到醫院 某些陳數是一些兒童醫院 尤其是那些重病的 其實尿啟子的兒子也是這樣 而死了 其實我真的很深沉沉 可能那個人 在這個世界上 只有幾年 可能已經很快要結束了 所以有時候 我經常都跟一些人 說一番話 就是說 有很多人在醫院掙扎 是為了求生存的 但是偏偏每一天 有時候打的新聞 有很多人自己求死 有 昨天有個又跳了軌 大圍 有時候人生的事情 就是很大的反差 如果你說回這件事 其實這個是很... 他知道 譬如說錢 他可能對於 能夠減輕一些 現在正在對抗癌症的人 的痛苦 可能那個幫助上 他都明白的 但最低限度 他曾經在這一方面 付出過一分力 沒錯 兒童癌病基金行政總裁 女士 當然知道要捐這些錢 就跟他接觸 他也親身探望楊哥哥 當時知道 他希望幫助癌病小朋友的意願 隨後到醫院探訪他 楊哥哥當時也詳細問了基金服務的事情 尤其是對小朋友的藥物 資助 感到關注 令到感覺 他是十分之珍待事情 很感動 陳律師也很感動 又指出他是很堅強 清晰地表達了希望幫助抗癌小朋友的意願 我記得 胃癌也算是香港頭號殺手之一 現在你會看到這些癌症也好 又或者糖尿也有年輕化的趨勢 經常說 我以前中學有個同學 中學一起打球 一起玩 後來隔了幾年之後 他媽媽有一天之間 我不知道有沒有分享過 有一天之間 肚子很痛 本身都沒事 突然肚子很痛 都不在意 以為吃錯東西 或者胃抽筋 或者種種原因 你不會想到是什麼大件事 誰知道有一天是痛到 其實是很短 很快的 有時候有些事情 尤其是胃癌那些 你不察覺不察覺 離得很快 一痛的時候 可能已經很麻煩 有一天是痛到 完全反胃 又吐又等 立刻看醫生 一看醫生的時候 已經是末期 他媽媽很快就離開了 他那時也是十多歲 很慘 走了媽媽 還有一宗 以前我在TVB 以前是新聞的導演 他自己吸煙 有同事也認識他 他也是吃煙 以前一起工作 後來我離開了TVB之後 去了新城 我離開之後 好像隔了大約大半年左右 有些舊農事通訊我 Andre 哪個走了 你看不看他 我走了 哪個 哪個 以前新聞做導演過 又離開了 他就好像是 揮眼還是喉嚨 又是很急 那時候做也是半年前 都沒事的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原來這些很急 然後走了 最差的是什麼 我知道他很愛惜那兩個兒子 他有兩個兒子 但也是很慘 所以就丟下了兩個兒子 和一個太太 所以這些真的 很無情 很無情 有些是一輩子不吃煙 真的 有些人說真的 吃煙 我通哥也分享過 爸爸 吃煙都吃到 我表姐很年輕 有些是吃煙又喝酒 去到八十幾九十都有 都沒事的 所以你說有時候真的 不能解釋 我表姐當時初初發炎 又是覺得喉嚨痛 或者不舒服 車身體也沒什麼異象 誰知道 再駕駛一輛車 就知道是癌症 差不多是末期 我爸爸也是半年前離開 我爸爸的哥哥 他帶我爸爸幾年 我爸爸不是很老 都是六十多 然後上半年 又是癌症 他好像是肺癌 本身就做了化療性 以為沒事 但大家知道 因為做完化療性 其實身體很虛弱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本身就沒事 但有一次就是肺癌 有細菌進去 於是因為他做完化療性 很虛弱 一次病毒進去肺癌 又走了 所以沒有以前看到這些 對 不過他負了善心 真的值得鼓掌 28歲 真的很年輕 對 真的很可惜 雖然他現在還在 不過知道 再繼續努力 努力 作戰 每天都在打仗 很濕 另外 兒童癌病基金行政總裁 前女士說說 抗癌的小朋友 在醫療方面 支出每個人不同 以神經細胞的腫瘤為例 每次療程 每個月的費用 厲害 真是天文數字 可以達到200至300萬 是呀 所以剛才說 病一病 你別說 盼牌兩萬元 而且你兒童有病 我相信很多父母 就算 傾家蕩產也要幫助 傾家蕩產也要幫你治療 是保利的 就算是最常見的癌症 每年也需要幾十萬個治療費 所以他說最大的問題 就是標靶藥 亦都是有些部分 未納入資助的明察裏面 現在政府施政報告 接下來有說過 有些藥會簡化程序 希望一有新藥性的各樣 大家可以有受益 就這樣說 另外前女士也提到 他也有機會是因為 那些藥物 未有在美國食品管理局 登記 以至香港就未能進入去明察 剛才提過 希望盡量簡化 所以為什麼這麼貴 就是因為患病的人數少 例如香港有個會 專門關心一些罕見疾病的人士 例如冷凍人 類似那些 他有存在 他不是不存在 但因為患者可能比較少 所以他引入的藥物很貴 因為沒有什麼人用 你特地幫你去 案例又少 整個各樣 我又想說一說楊哥哥 其實他雖然28歲 但他也比很多年輕人成熟 又或者更加走得前 關心 楊哥哥在港大的社會科學系畢業 曾經創辦過環保初創的企業 積極推動普及指引管可重用的帆盒 以及在投資銀行任職至今 你看到留下28歲 他又捐了80萬出來 證明其實他也有一定賺錢 他經常會記錯 你起碼28歲也有80萬 每個人都能做到 非常好 起碼我一定沒有 他也很勇敢 他就說 付錢給小朋友 他就說抗癌的小朋友 跟其他小朋友一樣 都值得擁有一個化學的童年 他說了一句話 我看完也覺得很深奧 或者是感動 他就說對所有患癌的小朋友 勉勵他們說 就說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會康復 一定要不要放棄 或者就會等到奇蹟出現的一天 他說我們每個人 生命裡總會遇上疾病 當你尚有精力和健康 就要記得好好珍惜 做自己喜歡的事 和盡情享受人生 這些說話 平時說就覺得 說什麼大道理 但是當一個人 他都知道自己的事日無多 生命已經走到盡頭 因為都末期 他再說這番說話 就好像江少華 在日本打開新聞報紙 看到這個又說跳鬼 那個又說跳樓 那個又說出來砍人 無限那麼多這些悲情的事 再重我們自己三個 都一定有很多負面的時期 但是你再看這些 真的一個活生生的人 他還在這個世界上 但他即將都自己要離開 他這個時候 他說的這些說話 你去聽 我就覺得很真實 還有很有感覺 他還未走 他還是在戰鬥當中 但他都知道事日無多 昨天都是來流的狀態 很有力 是的